OK 大家我們現在在一個餐廳 然後我們試試看就是安特惠普特有的啤酒 這個是從他們這邊的河用的水所做的啤酒 只有在這裡喝得到 然後它叫做什麼名字 Dekoning 所以如果你們來這邊一定要試試看這個啤酒 這是我們第一次試 Dekoning 這個名字 是這邊特有的啤酒 我希望它不會太濃 我們都不知道 對 因為我上次喝比利時的啤酒 超可怕的 因為他們都很濃 然後我們來的是這一間餐廳 那你要試試看嗎 好 然後他還給我們這個小點心 我覺得他們有讓我很有客 很有客 他們想要讓我們覺得很渴 我們就會點比較多啤酒 OK 那我試試看安特惠普特的啤酒 OK 那我試試看安特惠普特的啤酒 OK 那我試試看安特惠普特的啤酒 然後要味道 味道蠻一般的 很有味道 可是不是太濃 好 所以我可以喝 跟德國啤酒有什麼不一樣嗎 這個是黑一點 比我們的啤酒 OK 對 看顏色已經看得出來了 然後也好 好喝 超大杯 然後這個是幾ml啊 500ml嗎 好喝 還有一種果香的味道 有一點水果香的味道 我不知道欸 跟德國啤酒喝起來 真的有點不一樣 有一點跟白啤酒一樣 對對對 很像白啤酒的味道 對 可是不是白的 對 比較淡一點 沒有像那個 P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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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苦 這個我覺得女生也蠻適合喝 對 然後可能沒有這麼濃 但我不確定它的濃度是多少 不怕 我老公說大概不怕 我可以吃這個 所以我應該很安全 不會喝醉 我上次在跟德國喝得超醉的 很可怕 讚 下次大家來可以試試看 OK 大家我們現在來另外一間酒吧喝酒了 然後我老公點的這個是比較 酒精濃度比較高的 這個8.5% 然後是這個牌子 它叫什麼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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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比利時的牌子嗎 它是比利時的啤酒 很有名的一個牌子 你到處都可以看到 餐廳都有在賣 然後他們剛剛就是 把那個酒杯從冰箱拿出來 所以這個非常的涼 很冷 現在我會到 可以喝 就放啤酒進去 就會變得很冷 喝起來就會很過癮 太多泡泡了 你有喝到酒嗎 有一點點 那你咧 我點的是 它叫 它叫做 go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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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land goose island 不是鴨是鵝 這個是 什麼是 我中文好像很爛 好OK 我點的是 goose island 然後這個是 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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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島 然後這個啤酒 它叫做 IPA Indian Pale Ale 就是一種啤酒 在 印度 發明的 英國人 英國人發明的 對 因為這個酒 為什麼它叫IPA 就是因為他們 印度 之前被英國佔領的時候 他們想要喝啤酒 然後 他們就想說 要怎麼 他們就想說 要怎麼把那個啤酒保存 的酒一點 然後 後來他們想到一個方法 就是把酒精濃度提高 所以那個 酒的 儲存的時間 可以比較長 這個 酒的濃度 都很高 所以你們 喝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喝太多 比利西的啤酒很可怕 真的 比利西的啤酒真的很可怕 好喝 真的好喝 沒有那麼酷 比較甜甜的 有一點點 但是 還是可以很容易喝 不是 紅酒的甜 還是是啤酒 可是 很順利 對 對 所以真的 很可怕 那你試試看我的這個 啤酒 好特地的味道 好像這個比較好了 這個比較有味道 我喝看看 你看 這個女生會喜歡 可是真的 很危險 大家真的 你們要小心喝這種啤酒 因為你喝到後來 你會 完全沒有意識你喝很多 因為它就甜甜的 很好喝 很好入口 但是喝到最後你會發現 你完全做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你光是聞這個啤酒的香味 就已經很濃了 很濃烈的那個香味 很濃烈的 很濃烈的 它果香味非常的濃 比利時啤酒真的很好喝 然後現在試試看我老公的 這一款啤酒 很濃烈的 這個比較苦 其實還是好喝 我覺得我的比較好喝 那個IPA真的很好喝 那個IPA真的很好喝 對 因為你們想要喝比較濃的啤酒 然後想要喝沒有這麼苦的 你們可以選擇IPA的啤酒 IPA是好美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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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